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目前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 说到汉奸 我们会想到的是能汉奸为主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女汉奸 在抗日战争时期 女汉奸有三个人非常的著名 其中排名第一的莫过于川岛方子 不过后来被处死了 第二个就是汪精卫的老婆陈卫军 这个人非常的顽固 后来被特舍 但是却拒不出狱 最后并是狱中 那么中国第三号女汉奸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物 她的名字叫做莫国康 莫国康这个人非常有才华 是北大的才女 对于法律学非常的精通 从小就表现出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才华 她非常喜欢政治 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投靠日本人做汉奸的原因之意了 说莫国康必须要说明国一大汉奸陈公伯 陈公伯堪称是中国第二号汉奸 方经卫死后就是陈公伯的天下 而莫国康就是陈公伯的第一情妇 当年莫国康为了上位 不惜出卖身体来获得陈公伯的欢喜 后来随着汪伯政府的建立 陈公伯变成了二号首脑人物 而莫国康也就成了陈公伯 下面最深深的秘书简行人 在莫国康掌权期间 做过很多伤天汉意之事 比如贪钱等 随着小日本的战败 莫国康被军统抓了 可是在审判期间 莫国康却巧舌如簧 识口否认自己的恶行 将责任都推到了陈公伯那里 看来莫国康这法律学的事确实厉害 最后莫国康仅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气得台下的人民要发狂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杨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